我这款车顶帐篷呢 现在已经使用了半年的时间 我是真的在这个车顶帐篷上住了半年 很多朋友呢 问我这个车顶帐篷到底实不实用 有哪些优缺点 我这款车顶帐篷呢 是铝合金的深顶帐篷 不是所有的车都能安装 有一些轿车 好像短一点的轿车是不能安装的 我这款是SUV 我的这个车顶帐篷呢 刚刚好 我车顶帐篷的长度是2米1 宽度是1米3 我买车顶帐篷的时候呢 就已经给我配了一个梯子 但是呢 我嫌那个梯子在搭的时候比较麻烦 我就自己在我的车的后备箱 安装了一个爬梯 我这款帐篷呢 是鞋顶的 这种铝合金的帐篷有好几款 有鞋顶的 侧翻的 还有直升的 我的就是鞋顶的 看我这款帐篷布都已经用掉色了 我这款帐篷打开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两个扣子一解开以后 往上一提 它就打开了 这个车顶帐篷呢 就这个爬梯 这个动作呢 我觉得就 不适合很多老年人 就我 有的时候都很容易踩空 我不知道别人的帐篷跟我的是不是一样的 我这款帐篷哈 里面就特别容易起露水 你看这帐篷里面全是露水 只要早晚的温差大的情况下 或者是外面的空气比较潮湿 这帐篷里面就非常的潮湿 这款车顶帐篷呢 除了它很容易起雾之外呢 天气热的时候 太阳晒到这个棚顶 这帐篷里面的温度非常的高 天气冷的时候呢 帐篷里面的温度也是非常的低 它最舒服使用的地方和温度呢 就是空气干燥 且不冷不热的地方 这些就是我这款帐篷的缺点 那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特别方便 打开方便 就是两个扣子一打开 它自己就伸起来了 你就可以直接上帐篷睡觉了 你的床垫 被子全都可以放在这个帐篷里面 收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 就只需要把它压下来 把两边的帐篷布给它往中间一收 心轻松松就能给关好了 就这么就好了 我在买这款帐篷之前呢 就研究过很多种款式的车顶帐篷 有那种直升的帐篷 那种收的时候很费劲 这边收好了 那边出来了 所以一个人会比较麻烦 我这款帐篷呢 一个人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非常快速 它另外一个优点呢 就是比在地上搭的那种帐篷呢 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 我觉得这车顶帐篷呢 五花八门的 短途的旅行的话 买车顶帐篷还行 长途旅行 这种车顶帐篷还是不太适合的 如果说你车里面 能够腾出来睡觉的话 尽量在车里面睡 我觉得车里面睡觉 会比在车顶帐篷还要舒服一点 我这款车顶帐篷还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它本身自身的重量 就已经200斤了 再加到你的车顶上去 不仅会增加风阻 而且还会增加车的重量 我最后总结一下 不管车顶帐篷的优点就是 打开方便 收起方便 就是在我们自驾游的途中 如果说开车开累了 这个帐篷呢 打开就直接可以进去睡觉了 其他什么都不用收拾 非常的简单 快速 它的缺点呢 就是它自身的重量很重 增加油耗 增加风阻 还有就是帐篷里面 越热更热 越冷更冷 另外帐篷里面还特别容易起雾 一起雾那个被子啥的就潮潮的 这就是我使用这款车顶帐篷 八年以后的真实评价 那听完了以后呢 你再决定要不要去加上这个车顶帐篷 我现在这个车顶帐篷呢 已经不用了 就是自驾游还是会自驾游 但是呢 我不用车顶帐篷 我准备把这个车里面收拾一下 以后就睡在车里面了 我这个车的座椅是可以完全放平的 之前我这个后备箱不是有个大大的柜子吗 我把柜子拆下去放到家里面了 然后这一次自驾游呢 我要带的东西会比之前要少太多 而且我不用拿狗 东西就更少了 总之呢 在车里睡呢 我觉得比在车顶上睡更有安全感一点 而且热的时候没有那么热 冷的时候没有那么冷 重点是我要起夜的时候也不怕摔倒了 我这款车顶帐篷呢 我现在不用了 要给它拆掉了 后置爬梯也拆掉了 车顶上加装了一个车顶行李架 为下一次的自驾游做准备 车顶行李架